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7月2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最近几个周末 加拿大多个城市发起反强制性戴口罩的集会和游行 抗议活动波及的城市包括 温哥华 卡尔加里 萨兹卡通 温尼泊 沃泰华 爱德蒙顿 蒙特利尔 以及安省伦敦 他们打出的口号包括 选择自由 我的身体我做主 戴口罩等于找死等等 CBC的调查发现 加拿大现在不仅有人反口罩 也有人反疫苗 而且至少有两个组织结成联盟 在他们背后 却是美国大名鼎鼎的 以反疫苗为名于世的坦彭尼在操纵 换句话说 加拿大的反口罩和反疫苗运动 并不是自发 也不是本土运动 由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就是有外国势力在操纵 而反封锁 反口罩 反疫苗运动 是一脉相成的统一战线 加拿大贵尔夫大学疫苗专家 戈登伯格对CBC表示 有组织的反口罩运动和反疫苗运动 之间的相似性令人震惊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不信任 戈登伯格表示 据他所知 加拿大至少有一个名为Hugs Over Masks反口罩组织 与加拿大最著名的反疫苗组织Vaccine Choice Canada结成了联盟 Hugs Over Masks的创始人索伯列夫也一直对这个反疫苗组赞赏有加 不仅经常在社交网络称赞这个反疫苗组织 而且在反口罩的抗疫流行中公开赞美这个反疫苗组织 索伯列夫毫不隐晦他与美国反疫苗倡导者坦彭尼的关系 他对CBC公开表示 坦彭尼正为他的团队提供在线领导力培训 据悉坦彭尼本人是一名骨科医师 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反疫苗运动的倡导者 他写了至少四本反疫苗的书 其中包括这一本 实际上正是坦彭尼 与美国和加拿大其他反疫苗倡导者一道 不仅反疫苗 也反口罩 反封锁 整个思路一脉相承 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科学家 加拿大公共卫生专家和传染病医生表示 尽管许多加拿大人确实不喜欢封锁措施 也不想戴口罩 但他们并不反对疫苗 而这个联盟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还不断发起抗疫与游行 公众难免受到影响 甚至有可能被误导 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 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但反疫苗团体在散布错误信息方面 很有一套 很能说服民众 导致人们不相信医学指导和建议 这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 麦吉尔大学传染病专家奥格顿医生说 当我看到人们根据我非常确定 不正确的信息形势时 这不仅使我感到不安 而且还可能导致误导 甚至导致有害的后果 作为蒙特利尔犹太综合医院的一名职业医师 奥格顿亲眼目睹了新冠流行造成的损失 在加拿大 迄今已有9000人在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失去生命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其他有疾病的人 贵尔夫大学格登伯格对CBC表示 正因为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不信任 是反疫苗和反口罩倡导者的主要特征 因此他们就会想出各种策略来抵抗 这些策略包括淡化疾病传染的严重程度 毫不奇怪 反疫苗和反口罩团体 在许多社交媒体所发出的帖子 都把新冠大流行称为阴谋 称是为了使政府能够通过接触者追踪来监视人们 并利用这个机会来触发疫苗的研发 这两个组织还经常把目标对准比尔盖茨 因为这为美国亿万富豪的基金会 以捐赠数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免疫接种 早在2015年8月 世卫组织就针对所谓的疫苗犹豫的现象发出警告 称由于信息误导等因素造成的疫苗犹豫 正使全球百万儿童 因为完全可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的疾病而死亡 疫苗犹豫是指延迟或者拒绝接受安全疫苗接种服务 这是一个在特定背景下的复杂问题 因为时间、地点和疫苗不同而出现变化 其影响因素包括误导信息、自满情绪、便利程度 以及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质疑等 列治文本地新闻提醒列治文所有房住 距离缴纳房屋的计量公共事业费用付款日 还有几天时间 7月30日本周四是最后截止日期 按期缴费还将享受折扣优惠 据介绍 此次收取的是列治文市1-3月第一季度的公共计量费用 到7日前交费的根据列治文市的规定 将给予10%的奖励折扣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列治文市政府已经开放了收取个人当面交费服务 不过受新冠病毒影响 9月30日之前市政府不收取信金交费 因此所有交费需要通过借机卡、信用卡或支票支付 此外如果个人不想去市政府缴纳费用 还可以通过个人网上银行、金融机构、网点支付 或通过邮寄支票 将支票直接投送到市政厅等方式缴纳 市政厅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早上8点15到晚上5点 更多信息请登陆 列治文市政府公共事业费用缴纳查看 疫情下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没有人能幸免于难 根据最新统计 单单中国服装行业 今年就要亏损4000亿 更别想欧美市场面临的压力了 随着北美市场解禁 许多服装品牌打折、关店、业绩暴跌 似乎变成了一种趋势 没有一家能够独善其身 曾号称美国人手一键的GAAP 在4月24日宣布关闭了 北美及全球范围内大多数门店 重新开店时间未定 这家美国老牌服装企业成立于1969年 在全球拥有近4000家门店 70%以上位于北美 疫情前 线下门店每年都会为公司贡献了近8成收入 虽然还有20%的线上收入 但在疫情下 多数消费者大多提不起对服装的购买欲望 可以说GAAP公司的销售量完全被摧毁了 大范围关店 再加上线上销售预阻 这对GAAP来说几乎意味着收入停滞 更严重的是 门店正在迅速消耗现金 集团自今年2月份到5月3个月以来 就消耗11亿美元 在面对门店租金和库存的同时打击 GAAP公司做出了决定 只保留旗下Onavi和Atleta等品牌 并出售GAAP品牌 时时未找到下家的话 那么GAAP将彻底告别市场 GAAP糟糕的境遇 仅仅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缩影 作为快销时尚服装品牌的代表之一 近几年 ZARA在全球的表现都突飞猛进 这种快销时尚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 就算有最强消费群体年轻人撑腰 但是在疫情面前 ZARA还是不能序面 最近ZARA的母公司西班牙巨头 Inditex在公布业绩时 就表示由于受到了疫情席卷全球的影响 今年的ZARA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 他们还表示目前这种影响 并没有缓和的态势 还将持续 ZARA母公司决定在2020年到2021年 关闭1000到1200家实体分店 这也是ZARA母公司历史上的首次亏损 受到此次疫情的影响 ZARA母公司旗下所有品牌的观点率已经超过了88% 根据ZARA母公司Inditex可以说的财报显示 截至4月 公司今年的销售额已经缩水了44% 已经接近了腰斩的位置 由此可见 这次疫情给零售业所带来的冲击有多么强烈 而如此大的销售额缩水 也直接让ZARA的母公司亏损超过了4.09亿欧元 其余不少零售服装品牌也发布了自己第一季度的财报 就连ZARA的对手H&M 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关店 仅仅在3月份就关闭了超过5000家的线下门店 销售量也大大下发 除了H&M以外 作为美国最大的两家时尚品牌Gas和Gap 也在最近相继发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 Gas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第一季度Gas的净收入同比下滑52% 净亏损较少年同期进一步扩大至1.6亿美元 虽然加拿大疫情并没有大爆发 但是零售行业却受到了严重影响 疫情过后也许下面这些店也都没机会逛了 根据CTV News的消息 彭庄年锁店的Children's Place 于6月11日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宣布 2020年将在加拿大和美国关闭200家门店 明年还将接着关闭100家 经历了15年的辉煌后 一直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维密 今年来深陷中年危机 加上又受到疫情冲击 业绩可谓是一路滑坡 英国公司宣布破产 25家门店全部关闭 另外维密临时CEO斯图尔特伯格尔佛预计 今年维密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北美计划关闭了250家门店外 还会有相当数量的门店被关闭 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来说 Auto的闭店可是让我们真实感受到 这次疫情对零售业的冲击简直是毁灭性的 目前公司并没有宣布何时重启门店 希望Auto这次能幸存下来吧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许多人或者公司的发展计划 但我们也不难发现 其实这些企业早在若干年前就展现出各种自身经营问题 经营模式 管理风格 企业性经流问题等等 疫情或许只是一个催化剂 加速了他们的衰败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